车祸现场三个车道散步掉落雾 被抛飞出车外的41岁富人 多处挫伤 晋级送医 幸好人没有生命危险 但这一夜富人却因此与丈夫就此死别 他们开的这一台蓝色小货车 车体扭曲变形 29号晚间将近12点 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130.4公里处 遭后方大货车追撞 小货车反腐中线 没想到夫妻俩才准备解开安全带想逃 又被二度追撞 双双抛飞出车外 二班的时候人要跑出来的时候 你刚好又被这一台托去撞吧 小货车上还挂着一串海鲜 原来夫妻俩住在苗栗公馆 平时经营烤肉摊生意 晚间到三湾摆摊结束返家 没想到遭遇死结 该路段因此全线封闭 两个小时 夫妻俩摆摊做生意 一场车祸遭二度追撞 因此天人永隔 记得彭志明杨金武 彭欣苗栗报导